這裡的電車只有一條線 有些地方根本到不了 巴士又其實不是很好等 如果你不想走路 又剛好不會開車 你還可以來租機車 誰說來這裡只能開車 身為台灣人 當然要體驗騎機車玩沖繩 反正我也沒得選 因為沒有汽車駕照 從南部到中部 騎了將近一小時 終於抵達第一站 我們現在在沖繩兒童王國 剛剛騎車騎了大概五十分鐘來到這裡 結果剛好碰到園區整修中 沒什麼動物出來見客 待沒多久就前往第二站 永望夢樂城 已經餓到不行先吃個壽司吧 這個壽司一百元日幣而已 非常便宜 好吃 我覺得日本壽司好吃的不只是肉質 還有這個 哇沙米 只要一點點 它就非常的辛辣 非常的過癮 就這樣吧 蠻特別的是這個醬油 只要這樣滴上去 就可以直接吃了 完全不用夾筷子去沾 非常方便 轉掉了 好的 想說剛剛可以錄很多關於騎車的畫面 但是因為實在是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現在準備要回去了 所以晚點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騎車的整個經歷 雖然知道要靠左 還是會不小心逆向 日本人應該不會把行車記錄器的畫面放上網吧 第三站也是今天的最後一站 忠誠城機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搭公車過來的地方 是日本在二戰後保存相對完整的世界遺產 可能連敵軍也覺得這裡太偏僻了吧 琉球王國的石牆建築是這裡的特色 站在牆上還能體會軍靈天下的感覺 雖然天還亮著 但又趕在晚上七點前玩車 不然要再多付錢 剛剛本來想要鑽車 但是想一想好像不太好 所以又來等紅燈了 但是這邊的紅燈 不知道為什麼秒數都很短 所以其實基本上沒辦法有太多的空檔拍攝 不知道為什麼大塞車 可能是下班時間 這箱是不是要發揮一下台灣人的精神 鑽一下車呢 我們要發揮鑽車的精神啊 欸 結果沒有鑽到車 哇 算了 後來發現原來日本人也會鑽車 那我就不客氣了 台灣人不可以輸給沖繩人 不要撞到東西 發現是一路可以沖繩 現在要去玩機車 先把油加滿 第一次自助加油 你不要一直按啊 完全不知道怎麼用耶 完全沒加過油 不知道怎麼用 最後還是靠別人 就這樣被拋棄了 好 我們現在要去還車啦 我們剛剛終於還車 然後在這間加油站加了油 騎車真是太緊張了 路上幾乎沒有什麼路名的標誌 然後它路其實彎道非常的複雜 對我們這種外地人來講 一定是要看著Google Map才能前進 但是呢 因為它一路上都是有禁止停車的標誌 所以你不可能停下來查地圖 可以導致有時候會騎了很多冤枉路 所以就是禁止停車的標誌 一路上都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這個標誌 跟沒這個標誌好像沒什麼差別 另外一點是日本人開車都會互相離讓 對日本人來講 可能這應該是絕對是一個優點 但是對我來講 就是覺得非常難適應 畢竟台灣人都習慣了橫衝直撞 結果我今天在變換車道 或者是在轉彎的時候打一個方向燈 然後我就一直看後照鏡 想說這個車到底是 我要讓它還是它要讓我 我覺得我就卡在中間卡了非常久 騎機車我覺得可以體驗一下 但是可能不適合 在這邊騎個五六天這樣 其實蠻累的 難道別的距離 只是台北到桃園到行竹這樣的距離 就算了 在這裡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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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就算了 感谢观看